評一念無名或提名影帝 並被視為大熱之一的余文樂 到最後連導演 男女配獎都得獎了 自己卻敗給另一強敵林家棟 樂宅現在的心情 有沒有很失望啊 我沒有啊 沒事啊 我覺得 很多事情就不用一天做完了 真的很多機會 對 我很開心啊 我覺得今天已經很開心啊 因為導演 還有那個老爺 就是智慧 還有那個金姐 他們都拿獎 我覺得我們已經很好的成績 真的 其實剛剛 曾可欣碰到導演 就碰到我 然後大家都聊 其實一個演員能等到 一個很好的劇本次 很難得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覺得 我已經做得很好 然後 他自己也看過電影 他也很喜歡 我覺得其實 說真的 說真的 我是覺得電影上了以後 我一直受到很多人的祝福 就在金像獎之前 就已經受到很多人的祝福 所以我覺得 證明這個戲是真的是打動到大家的 我覺得其實電影回到最原點就是 回歸給觀眾 我覺得觀眾看了以後感受越深 其實我們就是越開心 所以這個東西在其實在今天晚上之前就已經有很大的反應 所以我們每個人都很開心 女友王唐筠雲有沒有打電話來安慰你啊 我們講別的好不好 樂宅這晚在台上跟春椒楊千華 一起頒發最佳女配角時 就提到各提名女星都跟自己有關係 千華更差點在台上講錯話 場面非常尷尬喔 至於新鮮出爐的最佳男配角志偉哥 很可惜不能跟霍提名最佳導演的兒子曾國翔一起拿獎啊 不過原來身經百戰的志偉哥 在宣布獲獎一課還是會很緊張的 謝謝 很開心 真的很開心 我一開始以為自己不會緊張的 因為獎也來過 拿過了 也提名提了那麼多次 就一直說盼望 今天如果有機會拿獎的話就給兒子吧 要不然就是很希望余溫樂能夠拿 我自己有機會到底是希望 但是沒有慾望大到那個程度 而且拿不拿不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但是到快要順步的時候 把提名名單就講出來 我一看 哇 勤佩啊 廖啟智啊 還有這個吳孟達 這些都是最厲害的了 對手原來那麼強 還有一個現在在香港年輕裡面 比較西比較多的那個江浩文 他們都是演戲很好的 就覺得哎呦 原來我是會輸的 我一直覺得這次這個戲我演得很不錯 一直對自己挺有把握的 但是一看完提名名單開始 噗噗噗噗噗 心就在跳了 所以後來一申付是我的時候 哇 真的是很興奮很興奮很開心 更何況 女兒剛剛特地從台灣過來 我右邊坐著女兒 左邊住著孩子 那一申付的時候 他們過來擁抱的時候 他們過來擁抱的時候 非常感動 那個時候 真的心有點馬上 啊 好像眼裡感覺要出來的感覺 還有景座啊 還有上台 還要講一些大謝大家的話 而憑一念無名 同時拿到金馬獎跟金像獎 來一個大滿貫的金姐 就表示 終於夢想成真了啊 好開心 我非常的開心 因為心裡面內心是 很渴望這次可以得獎 因為能夠用同一部戲 拿金像跟金馬是我的一個 夢想跟心願 所以我今天很開心達到了那個 好開心 經此一役 志偉哥更決定好了 以後接戲的標準哦 以後我接戲我就聰明一點了 不要全部了 一天的戲就能夠拿槍 不要剩那麼多天了 哈哈哈哈 志偉哥 你這樣 叫其他導演怎麼辦啊 香港報導